韩国天团Big Band成员胜利有份投资开设的夜店Burning Sun 早前卷入暴力、性骚扰、性暴力、性交易以及毒品的争议 之后更被爆出其他夜店也涉嫌逃税 胜利也曾主动到警署受查以及验毒以示清白 3月8日胜利方面宣布将于本月25日以陆军的身份入伍 甚至连有机会当义务警察也都放弃了 由于有关夜店的调查还没结束 因此很多网民都炮轰 胜利入伍只是为了避风头 3月9日多家还没报道 Big Band的部分粉丝团因为胜利接连爆出是非 觉得他严重拖累了Big Band的形象 部分粉丝当天在网络社区发表了敦促YG事务所退出的声明 声明中指胜利与夜店事件有牵连 并且在个人事业上滥用Big Band的名字等涉嫌欺骗粉丝 强烈要求胜利退团 部分粉丝指虽然有很多疑惑 但胜利不仅没有向大众和粉丝真心的道歉和反省 反而继续举行演唱会并否认了所有嫌疑 采取了不恰当的措施 胜利的违法事实是否属实 要等调查清楚是非自然会水落石出 但参与犯罪引起巨大的争议 给Big Band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 我们从3月9日开始撤回对胜利的支持 不过这一份声明显然不能代表所有粉丝 也有很多Big Band的粉丝认为 这份声明对其他Big Band的成员都会有所伤害 也觉得声明不能够代表所有粉丝的立场 不过也是哈 胜利还没被定罪 就说要让他退团 那像Toff这种的话又该怎么办呢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